女佣正在卖力清洗浴缸 被走进来的男主人撞见 男人看看屋内的妻子 又看看她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 夜晚 她拿着红酒走进了女佣房间 女佣温顺地喝下红酒 又主动揭开被子给她看 第二天早上 她正在帮女主人压腿时 高勋走过来 跟妻子说话的同时 又跟她交换着眼神 两个女人都是她的囊中物 得到如此帅气又多金的男主人青睐 恩怡从此变得飘飘然 在高勋面前十分殷勤 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做起了麻雀变凤凰的美梦 面对女主人 她不但没有愧疚感 还逐渐不把她放在眼里 仿佛自己已经可以取代她 恩怡每天化着很浓的妆 对自己的容颜很是自信 她来到高勋面前羡慕 但高勋头都没有抬 示意她拿走桌上的支票 两人的关系 对她来说不过市场交易 恩怡有些失落 但还是遵照高勋的命令 拿走了支票 一到晚上 她自觉地等着 高勋走进她的房间 用尽浑身解数取悦她 她十分喜欢高勋的女儿 女儿的谈吐有她父亲的风范 对她也很好 她觉得这个小女儿 简直遗传了父亲的全部优点 这天 恩怡正站在梯子上打扫卫生 高勋丈母娘路过时 不小心踩空 推翻了她的梯子 还好恩怡反应快 抓住了天花板上的吊灯 但因为迟迟没有人施救 还是重重地摔了下来 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不过没什么大碍 只是一点轻微擦伤 反而因为这次意外 让她得知自己怀孕了 女佣怀上了财阀的孩子 这种事可大可小 可能会从此飞上枝头变凤凰 也可能会遭受迫害 恩怡一直很喜欢小孩 这是她和高勋爱的结晶 是两人的孩子 她很纠结要不要留下来 觉得没有人知道自己怀孕 她又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家里 她不知道的是 家里的人 为了各自的利益 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她 原来两人晚上的动静 早就被管家察觉 她原本不想惹火上身 所以并没有声张 但细心地她注意到 恩怡的身体和饮食 最近都发生了变化 猜测她已经怀孕了 迟钝的恩怡自己却不知道 在这个家待了几十年的管家 知道这种事的严重性 利弊权衡之下 她找到了女主人妈妈 把所有事都告诉了她 丈母娘不在乎高勋跟谁有人 她知道财阀都有这种时候 但她绝不允许怀孕的恩怡 对自己女儿的地位造成威胁 恩怡摔下楼梯的意外 是她故意制造的 本来想神不知鬼不觉的 让她的孩子消失 想不到她居然如此命大 反而让她知道了自己怀孕的事 丈母娘十分后悔 应该从更高的地方将她推下去 无论如何 一定要在高勋出差回来之前 把这件事处理干净 得知真相的女主人 对恩怡恨之入 她不满丈夫会看上如此低贱的女佣 始终耿耿于怀 母亲劝她不要大惊小怪 高勋从出生时起 就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她想得到的东西 谁也阻止不了 唯有忍下这一切 处理掉那个孩子 才会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可毕竟是夫妻 还是难以咽下这口气 夜晚她来到恩怡房间 拿起高尔夫球杆 对着恩怡站了很久 她多想在此刻杀了这个女人 可理智提醒她不能这样做 不然将会一无所有 管家看到了这一幕 她知道恩怡是个单纯的女人 逗布他们母女俩 留下来只会受到伤害 于是劝她赶紧离开 你家族的一家都没有人 恩怡也感觉到 家里的气氛怪怪的 心虚的她打算离开这里 她找到女主人 说家里有点是想要辞职 女主人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她心里虽然猜到了原因 可还是有侥幸心理 问她为什么打自己 女主人一句句的质问 让她知道事情已经败露 羞愧地低下了头 任由巴掌呼在脸上 不敢反抗 发泄完情绪之后 女主人给了她一笔钱 我们去修理一下 然后 这个拿起来 恩怡不在乎钱 她只疑惑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了 自己怀孕的事情 她明明没跟任何人说过 看她被如此欺负 管家有些不忍心 劝她最好敲诈他们一笔 赶紧离开这里 恩怡很纠结 她一直很喜欢小孩 特别是这段时间 每天照顾高薰的女儿 她对自己很好 让她也享有一个 像她一样的女儿 她正为这件事烦恼时 高薰的女儿过来找到她 看她闷闷不乐的样子 说自己会保护她 恩怡被她天真的样子逗笑 她还告诉恩怡 那天她从梯子上摔下来 并不是意外 是自己的外婆推的 没想到真相被一个小孩子怒度 恩怡知道小朋友不会说谎 但她想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比自己更早知道 自己怀孕的是 她想了很久 决定要生下孩子 威逼力又不成 女主人决定采取非常手段 把她软禁在家里 哪都不学去 恩怡没有意识到 自己正处于危险中 她没有任何防备 还盼望着高薰能回来拯救自己 她趁女主人不在家时 闯入她的卧室 随意涂着她的口红 还在那个 自己擦洗了无数遍的浴缸里泡澡 俨然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女主人 高薰终于出差回来 逼回到家里 推开浴室门 就看到恩怡躺在浴缸里 终于见到她回来 恩怡开心的笑了 急忙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她 还委屈的向她哭诉 女主人让她堕胎的事 她说自己想生下孩子 高薰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忽然恩怡感到一阵腹痛 高薰没说什么 转身出去了 腹痛的感觉更加强烈 不一会鲜血就染红了浴缸 恩怡变得神志不清 嘴里说着胡话 为了安抚她的情绪 高薰笑着说 让她把孩子生下来 她这才冷静下来 他被送往了医院 孩子已经保不住了 只得给她做了流产手术 原来女主人早就在 她常喝的饮料里面下了药 没有防备的恩怡 傻傻地喝了下去 送走恩怡后 高薰找到丈母娘 质问她事情的原委 她不敢得罪高薰 假装不知道 说恩怡在外面 鬼混搞大了步子 想额钱才说孩子是她的 高薰知道孩子一定是自己的 不然他们怎么会 费尽心机让她打掉 知道糊弄不过去 为了保护女儿 丈母娘只好说 毒是自己下的 高薰很气愤 原来在她眼里 孩子是谁生的并不重要 妻子跟家里 卑贱的佣人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别 都只不过是她玩弄的恐惧 丈母娘被她说得不敢罚 卑微到了极点 经过恩怡这件事 管家彻底看透了 财阀的真面目 她向恩怡坦白 是自己最先发现她怀孕 并将事情说出去了 那个家里的任何事 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知道真相的恩怡 狠狠打了她几巴掌 她没有想到 每个人都在费尽心机算计自己 管家向她道歉 说自己很惭愧 但生活在那个地方 金鱼算计已经成了她的天性 她劝恩怡找个好人重新开始 但恩怡咽不下这口气 决定要报复 她偷偷溜进了家里 抱起高薰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并没有伤害她 高薰出来看到 惊恐地将孩子抢过去 恩怡疯疯癫癫地在家里乱跑 女主人吩咐管家把她赶出去 而管家却说自己已经辞职了 现在就要离开 她半辈子的时间都浪费在这里 已经见够肮脏的东西 现在终于决心要走了 恩怡突然出现在二楼 将绳子套在自己头上 一跃而下 掉在天花板上 她痛苦地挣扎了一回 最后烈火焚身而死 这一幕吓坏了众人 大家都落荒而逃 不久后 高薰一家其乐融融 在庆祝女儿的生日 旁边陪着新管家和新庸人 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过着他们奢靡的生活 在高薰这样的财阀眼里 不管是优越感满满的妻子 还是身份卑微的恩怡 都只不过是取悦自己的工具 她习惯了高高在上 习惯了所有人都为自己服务 丈夫娘和妻子死死捍卫的地位 随时可以被她摧毁 恩怡是无法跨越阶级的下女 她的死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影响 反而很快便会被淡忘